大家好啊 今天呢 来拍一期这个开箱啊 今天这一期拍一个这个叫庶屏 因为我看后台啊 大部分我们这个 视频的收看的粉丝啊 大部分大家都是这个用手机来观看的 所以今天直接拍成庶屏的话 今天开箱是我们群员纳峰啊 我之前跟他换的那个大王花幼虫嘛 我之前给他发了一组还是几只来忘了 然后他这他繁殖的幼虫又给我发过来了 意思就是我们换了一下了 但是我们之间的这个血缘他们的这个虫的血不是一只血 所以来达到一个换血的一个目的吧 他也平常拍视频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视频 这个活着呢 省内发货的 省内的话其实拍不拍无所谓了 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 省内的话他是银银是吧 他从那儿哪儿来着 我忘了 从哪里来着 他就是银银银啊 我一直跟另一个人记错了 一天到的话其实一点影响别在这里面 嗯 这是什么情况 评论有两元钱 这是买东西带的盒子 他这样包装的啊 每一个盒子粘一层这个泡沫纸 嗯 在哪儿呢 估计在里边了 这个大王花其实还是挺好养的 呃 除了个别的那种 这只比较大 这只 二零了吧 哦 我看 还可以 这一个就是 没有看到 哎 在这儿找到了 这只也是二零了 啊 这个大王花的转零还是非常快的啊 其实这大王花 呃 除了刚开始一周长得很慢 呃 第二周 第三周 长得速度都是非常非常快的 基本上啊 虽然赶不上啊 三零那么快吧 但是也能肉眼的观察到 你就是今天为了那么 呃 呃 三颗那个鱼粮吧 你甚至就是能看到他长了那么一颗鱼粮那么大 长得就是那么快 你可以肉眼观看到 观察到他的每天的那个长幅 哦 三零的话 因为他本身就很大了嘛 所以可能看不太明显 但是一零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明显 都活着啊 还有 还有 他这是发了四只给我 还有没有 他 我是给他了五只还是六只来着 跟他一换一换的吧 呃 等这几只养出来以后啊 呃 跟我的那些 呃 幼虫再进行一个繁殖 达到一个换血的目的 呃 我那些 你大部分都三零了吧 呃 有很有一部分 有小很小一部分是刚转三零的 我估计跟那些应该能配上 不过也不着急啊 因为这个大王花的寿命其实还算是比较长的 你像我之前那些最重的 现在养的那些幼虫最重的也得有四十四十克五十克了吧 他的母虫啊 就是他这批母亲啊 就是生他的那个母虫还活着呢 可以看出他这个寿命其实还是非常的长的 不过大部分 各地吧 也算是个各地吧 大部分并不会寿命那么长 行了 今天这一期开箱 简简单的这一期开箱啊 呃 这几只呃 一会儿养的时候 给它打上标签单独的来进行一个饲养就可以了 好吧 这期视频是第一次作为这个竖屏来拍摄的 以后有机会的话 还是进行一个竖屏的拍摄吧 好吧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